接下来我们依然进入特别板块 人生不设限 我们还是会邀请残障人士 来到节目当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 人生不设限的合作单位 由如常残疾人就业 一站式服务平台提供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要上台的 这位残障人士的简历 我比较看中他的获奖经历 因为我自己招聘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 就是过去是优秀的 未来90%就是优秀的 那还有10%为什么不优秀 概率 只是概率而已 优秀是一种习惯 说得太对了 优秀是一种习惯 张老师 从人的成长上来说 为什么优秀是一种习惯 其实这些都是养成的一种 行为习惯 我就不认同 至少在我们公司 表现最好的员工 包括高管 过去都很差 不一定是211和985的 没有人去说211和985的 立总 211和985代表了努力 立总 刚才 并没有说什么211和985 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的做事习惯 会不会让你成为优秀 我是一直的优秀 但是有很多人 我想说的是有很多人 开头他并没有很努力 但是后来他开始发愤了 然后有些人开始不是我 但是他做在做想系统 送你四个字臭不要脸 优秀就优秀了 还要自己把自己说那么优秀 来 继续说简历的事 我看到他这个简历 其实还是有点打鼓的 因为他在2014年开始做销售 一直到现在目前之后 他的工资只有6000块 如果说是他在这个业务上 如果经验比较丰富 做得比较好的话 他的月薪肯定剩过万了 江总 他这上面写的那个 你说他那个不行的时候 是他上学 他12年到15年 是在就读的时候 他14年去当了 那个保险的业务员 对 而且大家要关注一点 他94年才24岁 对呀 他居然他已经结婚了 对 而且在简历当中 有很多提到了家庭的元素 看来这还是一个挺顾家的男人 来 我们掌声有请唐龙 各位企业家 各位观众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叫唐龙 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 云南红河汉尼族一族自治州 毕业以后 我在一家金融服务公司上班 然后从业务员做起 一年以后 通过自己认真的工作态度 和热情的服务态度 赢得了公司的认可 和区域合作伙伴的认可 一年以后 我被提升为区域经理 之后我就从事了 两年的基层销售管理工作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想寻求一份销售业务相关的工作 以及各位企业家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那么早结婚 也不早了 24还不早 跟我一样大的那个 小孩都有三个了 你们是在比什么吗 没有比啊 我要比的话 我也有三个了 你有三个啊 一个 闺女还是小子 小子 多大了 半个月 今天半个月了 今天半个月了 对吧 他算得挺仔细的 那你一个人跑出来应聘 这娘俩在家里 那你今天求职的岗位 是要回家 还是到处都可以去 只要我能生存下去的话 到处都可以去 只要你能生存下去 因为到处现在那个房租啊 还有吃喝都是调肥挺高的 那你这刚当爹 你就跑了 你孩子受得了啊 没人赔 总比恶都只要强嘛 现在家庭很困难 差不多 那你要求多少钱薪酬啊 五千 五千左右嘛 五千左右 你说你现在经济条件堪忧 你结婚那么早干什么 你晚点结嘛 没办法 结婚还有没办法的 孩子三个月了 不结怎么办 你爱他就应该先领真 先尊重他的身份 有点扯远了 不跟你沉着 这个臭小子太坏了啊 接下来的励志故事 我就看你这么说 来 掌声 大家好 我叫唐龙 身体情况是右手 先天性四级三残 出生当天 我父母因为内心 无法抑制的激动 所以根本没注意到 我的右手 到第三天的时候 医生帮我洗完澡 才发现我的右手 其实除了拇指以外 其他几个手指 都是像鸭子的脚 中文字幕简直至美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理承受能力要比其他人要强许多 虽然现在我正处于一个生活上的困境 但是就在半个月前 我和妻子得到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宝宝 是个男孩 很健康 生下来的时候有七斤多 我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她出生的第二天 我抽奶粉喂完她之后 她双手交叉 然后放在胸前 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我 那时候是我感觉 这几年来最幸福的一刻 因为我的双手插不起来 在此我要感谢一路走来 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谢谢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